面对不知道现在能看到看到吗 这一次呢由于时间比较特殊 本来是呢我们 二月份有一期入门级的培训 但是因为疫情 疫情耽误了 我们没法没法在现场见面 那么当然了 疫情呢虽然能阻断我们直接的见面 但是阻断不了我对大家的思念 这部网络直播就来了 所以说刚才说这个 我拿到这个标题呢 是比较简单一点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次 主要针对一些入门级的讲座 因为我们这一星期间 接到不少客户的电话 就说我们好多软件 有时候用不明白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直播呢 主要要针对一些基本操作 现在呢我们有一台演射仪 一台演射仪 我们得到一个演射图谱 这是最基本的演射图谱 我们能得到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得到什么 我们今天就围绕着 这一个题目去开展 那么我们本期的主要内容呢 就有两个 一个就是EVA软件的介绍 和基本操作 就是入门级的讲座 另外一个 EVA软件的主要应用 这里面包括 常用的几个功能 一个是我们无相的 定性定量分析 包括有接晶度计算 有一些半高宽 封面积 精力尺寸的计算 还有一块 就是固容体的分析 当然我们EVA软件 可能有很多别的应用 我们主要讲这几个 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EVA软件 我们布鲁克SRD呢 就是一个应用软件包呢 主要是DFREC软件包 它包括一系列的软件 比如第一个 DFREC Memurement Suite 或者Center 这个主要是一些 系统控制和数据采集的软件 就是我们或者 我们用测量软件 那么一个DFREC EVA呢 就是我们常用的 无相检索和 演示数据处理的软件 这两个软件呢 一般是标配 你买演示仪的话 都会有 我们老款本 老版本的话 是DFREC Plus 现在新版本 都叫后置EVA的EVA软件了 后面还有几个 像DQuant 传统的无相定量分析软件 TOPAS 扑现尼和结构精修 包括Texture Laptop Sax 这几个软件呢 就是我们一些 选配的软件 有一些 你这方面需求的话 你可以选配 我们今天呢 先讲这个最基本的 EVA的分析软件 这个我们就是 我们EVA的软件界面 它呢 有打开后 这个界面 它有五种语言 有中文 英文 德文 法文 日文 五种语言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 去选择 目前这个软件 版本呢 有 CN1吧 有五个版本 就是V1到V5 有客户过咨询 说这个 一行期间 无法去 等会能不能在家用 也可以 因为这是个 拖机版的 你只要在 自己笔记本 或者加在电脑上 装上这个软件 你再 插上电子狗 就可以 在家办公 你如果没插电子狗 它会提示这个报错 就是你没有授权 电子狗 那个一般的长得像这种金属外壳的 如果很早一些版本呢 有一些塑料外壳的 有绿色的紫色的 那么我们依法支持的文件歌词呢 原始文件歌词 一般有的几种 有 IW的格式的 有分为 V1到V5的版本 一般来说 我高版本 兼容低版本的 就是你用那个 高版本 可以分析 低版本的数据 低版本的话 有些高版本的 就分析不了 另外还有一个 BML格齿的 这个就是V5版本的 还有些文本格齿 有一些GF2M格齿 二维的数据格齿 我们都可以读取 那么 如果有 你现在用的旧的软件 当别人发给你 新的版本的数据 你分析不了 那么我们可以 做一个原始数据的转换 就是可以转换为旧版本 或者你想 将这个测量数据 用RNG画图 或者用G的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布鲁克 有个专用的 File Exchange的 文件转换器 在安装光盘 就有 大家点击 安装即可 另外呢 我们可以通过EVA软件 导出一些数据的 导出一些数据 这样的话 导出文本 比如说 你还可以进行 直接处理 那么 对数据 分析后的保存 格齿 就是EVA格齿的 这就是EVA支持的 一些文件格齿 那么 我们用这个 EVA软件之前呢 我们要先安装数据库 因为我们要进行 最主要的分析 进行 无相检索 如果要无相检索 我们必须 有进行数据库 最常见的数据库呢 有两种 一个呢 是COD数据库 一个是PDF数据库 一般随 COD数据库呢 就在我们的 安装光盘里 大家直接点击 安装即可 如果你是 PDF数据库的话 在你购买完后 你可以先安装 这个数据库 安装完后 利用我们布鲁 EVA有个数据库 编译软件 就compiler 可以将那个PDF数据库 关联到EVA上 这之后呢 你就可以进行 正常的物相检索了 EVA数据库的存放文件呢 就在C盘 ProgramData里面 一个布鲁克AXS 一个DSRD文件夹里面 每个数据库呢 它有四个文件 后对对GDP格持的 所以说 当然这个ProgramData 为隐藏文件 你要打开之后 先给它 让它显示 如果你从别的电脑上 你可以直接将 这个四个文件 考到你电脑上 这样的话 就不用安装数据库的 可以不通过 这个数据库编译了 可以直接使用 这就是数据库的关联 这就是我们数据库的 编译界面 你打开后呢 让你选择 你的PDF卡片库的版本 然后呢 点的你现在刚安装的 一个数据库的 PDF数据库 点个生成 就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后 那么数据库的 就自动关联完成了 接下来讲一下 EVA软件的基本操作 这部分操作呢 包括两块 一个呢 是整体操作 包括软件布局 语言的切换 说明书的位置 包括一些打印报告的 模板设计 还有一些针对 单个数据的操作 你比如说我们 酷贝里 KFR 平滑 新风 还有一些加剑合并 局部放大一些的功能 这一块呢 我们后续 等会再讲 等会再实操作 因为我们要 软件打开后 它都全屏了 大家就看不到我头像了 怕大家着急啊 所以说我们最后 再剪作 其实是因为开个玩笑 因为这个软 这个直播软件 软件和PPT切换的时候 需要一定时间 所以我先将PPT全部剪完 剪完后呢 我再单纯的剪软件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EVA软件的主要应用 主要应用呢 有 这几块 前面一个是 无线的定性和半定量分析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然后一个接晶度的计算 有半高宽 封面 精力吃深计算 包括一些固容体分析 那么 无相分析这一块呢 我们主要有 四部分 一个是原理 怎么分析的 有什么方法 具体的分析步骤 包括一些分析的注意要点 那么我们无相分析 先介绍无相分析的原理 那讲之前呢 我们先知道什么是无相 无相呢 简单来说 就是一些有各种元素形成的 具有固定结构的单质呢 或者化合物 然后我们所谓的无相分析呢 就是从颜色图谱中 我得到一个图谱 我从这图谱中找到无相的组成 即含量 我们找到无相组成这一块呢 就叫定性分析 那么我们想继续对它 各个组成的含量进行分析 这个定量分析 而我们传统的无相分析呢 元素分析是不一样的 那么因为无相分析 不仅仅是元素分析 它能确定一些 我们这元素所说的化学状态 比如说属于何种物质 哪种晶体结构 并确定化学赤 你比如现在我们元素分析 我们知道有铁元素 氧元素 那么我们无相分析呢 是我们得到里面有 三氧化三铁 三氧化二铁 氧化亚铁 它不同的价态组成的化合物 那么我们那个 无相分析呢 还能区分同素一构体 你比如说元素分析 我们得到了归合氧 那么它形成二氧化归合 有好几种结构 有普通石鹰 零石鹰 方石鹰 有不同结构的化合物 我们能区分 你或者说元素分析有碳 那个碳的话有不定型碳 石墨碳 金刚石碳 我们那个SRD呢 都可以区分开来 像这种同素一构体 另外呢 无相分析 还可以区分一些混合物和固容体 你比如说元素分析 我能得到铁钙 碳氧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碳酸铁钙 这样的混合物 也就是碳酸铁 碳酸钙的混合物 那么我还可以区分一些 这样的固容体 这个基本的位置是钙元素 你可以占97% 那么少量3%的位置被铁替代了 这种固容体和这种混合物 我们也都能区分开来 所以说无相分析呢 就是比元素分析能更多得到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无相分析的原理呢 我们首先讲一下钉性分析 我拿到一个无相 那么它一般都有一定晶体结构 晶体结构呢 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晶包部分 晶包参数部分 一个是原子参数部分 那么晶包参数部分呢 我们根据晶包的大小啊 形状所处的晶细 包括一些布拉维点阵呢 我根据布拉格方程 我都能算出来 哪个演射角度 这就或者就是说 我们处于演射风的位置 那么我们晶体结构 这种原子参数部分呢 包括原子种类 原子位置信息呢 我们就是所谓的 可以计算成结构因子 这个结构因子里面呢 就与我们演射风的强度有关 如果结构金子等零 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消光 如果演射强度不为零 强度的大小 就反映我们这个原 晶包的散射能力 那么我们有演射风的角度 有演射风的强度 它俩合起来 就是我们一个演射花样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演射图谱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任何一种物像呢 它都有一套独特的演射花样 与它对应 我们通过数据库比对呢 就可以从演射花样里面 直到我们的物像组成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通过图谱 对一个物像进行的分析 这就是我们的定性分析原理 那么物像结构和演射花样 什么关系呢 我们前面说了 每种结晶物质呢 都有自己的晶体结构 有独特的演射谱 预知对应 你哪怕你化学 你组成相同的 它的那个图谱也不一样 你像这个锐钛矿和金红石 它们的化学组成呢 都是二氧化钛 但是呢 结构不同 结构不同 那么演射图谱就不一样 就在不同的位置出现演射谱 那么如果我们有多项混合的时候 或者有不同结构的 物像混合的时候呢 那么它们的演射谱呢 我们就是一些简单的 不同结构的演射谱的叠加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用多项体系 进行物像分析 就是说就像人的指纹一样 它每个物像呢 就有一种独特的演射图谱 如果我们拿到这个演射图谱 我和数据库去比对 就能找到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些 物像定性分析 还有一个 说完定性分析 接下来我们讲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呢 就是我们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了 我们测定这个多项 混合物中各项的含量 有什么组成 每一种组成含量是多少 我们这一步操作呢 就是定量分析 大家接触过LSRD都会明白 定量分析的方法 现在又非常多 但是呢 基本上都是说 根据我们测量演射图谱中 各项的演射强度 然后建立强度和含量 这边的数学关系 通过一定的细数 一定的计算公式得到的 也就是说我们SRD 定量分析的第一步数据 是得到一个演射风的强度 然后呢 再做一系列的数学运算 我们得到一个含量 所以说我们这个结果 大部分定量的 都属于那个间接的 那么我们传统的定量方法 都有啥呢 有外表法 内表法 K值法 绝对法 包括直接语解法 这个大家应该 好多参考文献中都有 这些传统定量方法 有什么特点呢 它大部分呢 它有一些需要 比如说我需要标样 需要建立定标曲线 那么我建立 有标样都有含量 那么我们测量颜色图谱 出来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图谱中 挑一个或个别几个风 我利用这个风的强度 和含量之间 建立一个定标曲线 那么我要测量一个 位置的俗谱呢 我以比对 这个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就比较繁琐 包括我们用一些K值法 绝对法什么的 我们需要我们算一些这些系数 这个系数的计算量非常大 虽然我们现在可以借助计算机进行操作 但是我们总之还要计算 说比较复杂 包括还有个直接比对法 直接比对法呢 是我就是相当于我测量颜色图谱 我看里面一些 我直接拿两个 两个像的强度进行对比 我都反映它的含量 现在这些方法呢 现在用的 比较少了 大部分用在 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行业 你比如直接对比法 我们现在钢铁行业测 钢中参与20级含量 我就拿马式体 20级的风的强度 进行比较 强度比 我都认为是含量的比 当然有一定的细数呀 你包括我们现在 你比如环保行业 测那个空气中 漂浮的二氧化硅的含量 我们也可以建立定标曲线 我们拿一些 包括一些现在电阶旅行业 做一些分子比 我们都可以建立定标曲线 这个呢 现在用处也挺多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时候 就是下面两种方法 一个是参考强度比 一个是全谱拟合 无标定量向分离方法 这两个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好处呢 我不需要人工进行大量的计算 他们软 我只要选定好方法的软件 自动计算完成 所以说现在用的最多呢 就是我们这种两种方法 而前面这个传统的定量 这几种方法呢 我们布鲁克一些地框的软件呢 都可以实现 里面每种方法呢 基本上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另外我们参考强度比发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EVA软件 我进行它 进行定量的一些长一种方法 它是个半定量的 后面我会讲 为什么是半定量的 另一块呢 我们要现在用的比较多 也比较前沿的 就是前普拟合 无标定量向分析方法 我们布鲁克的 涛发的软件 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它对象的 RSID定量的准确度 就比EVA高多了 我们一般现在俗称的 就是定量分析 接下来我讲一下 EVA的半定量分析的原理 当我们一个多项混合后 测到一张颜色图谱 我们某一项的颜色强度 我可以用这个公式表示 这个公式好多教科书上 课界上都会存在 主要有三块东西 第一部分就相当于光源信息 包括测角仪半径 然后第二块那块 主要于晶体 晶体结构 包括颜色角度 这些有关的 第三块东西呢 与含量有关的 比如说这一块就与 你这一项的含量 包括一些密度 线性吸收细索有关的 那么我们当混合物中 任意两项的强度比 和含量的关系 我根据这个赤子 我能得到什么了 那么我任意两项的强度比 那就等一个细索 乘一个含量的比 这个细索有什么关系呢 与前面的一堆参数有关 那么现在你看 我们只要知道 我们任意一个测量图谱中 任意两项的强度 知道了 那么这个细索 我又知道了 那么这两项的相对含量 我们是不是测出来了 所以说 所以说利用这个细索 怎么测呢 你可以直接配 配比一系列的这种的 不同含量比的样品 你测一下强度 我们算出的细索了 这样的话 你要算每个物像 你要先测一遍也可以 但是比较复杂 所以后来呢 就人们开发了 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么假如说这个 β像 它是一个标样 那么我们每个样品 每个物像 我都给标样相比 我测出来一个K的细索 那么我将来 我测量个混合物中 任意两项的含量 是不是都根据这个细索的关系 都知道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参考强度比的来源 那么参考强度比怎么定义呢 它就一种物质与钢域标样 按重量1比1混合 那么两者最强峰的强度比 就是我们定义为参考强度比 也就是说 我将这个β像用钢域 然后这两个比例呢 是1比1 那相当于这一项没了 那么这个细索 就相当于 它两项的最强峰的强度比 就是细索 那么这个K呢 在参考强度比 在数据库和文献中呢 一般有几种形式 一个是I比上ICOR 或者I比上IC 或者RIR的形式显示 你看到这几个后 都是代表参考强度比 它就反映了 某种物质的散射能力 你比如说我钢域 同样的两种东西 可以钢域1比1混合 一个的参考强度比大 我们就说明这个散射强度 这个物质的散射能力比较强 那么引入参考强度比之后 我们将这个公式作为简化 那么任意两项的强度比 是不是等于说 它两项的参考强度比 这是含量的比 那么简化到这个之后 你会发现的问题吗 首先 这个某种物质的参考强度比 我已经有都有了 如果演射图谱中 两项的强度我也有了 那么是不是它两个的相对含量比都有了 那么我通过这个参考强度比和这个 强度值 任意两项的含量 相对含量都知道了 那么我们对所有含量 做一个规议化的处理 按100%处理 是不是得到每个项的相对百分含量了 这就是我们EVA的半定量分析的原理 那么为什么要半定量分析呢 现在已经知道了 它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参考强度比 是根据最强风的强度 我们这个高度 或者说高度去定义的 那么我们一般的演射风呢 它有一定宽度 有些演射风呢 它特别窄 它特别高 有些演射风呢 它特别宽特别矮 但是它面积可能是一样的 这时候在我们演射学上 我们一般说强度 说一个演射风的面积 这两个对强度的攻陷是等效的 如果我单纯的依它那个高度的话 准确度不够 另外的话 即使我这风的宽展是一样的 我们还有泽油起向 你比如说有泽油起向的时候 有那个演射风的高度 含量不变的情况 由于泽油 它会上下高低的波动 还有一块我们出现演射风的重叠 你演射风的重叠的时候 我哪知道你这个最强风的位置在哪呀 所以说对影响这个强度的因素很多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说这个EVA是半定量的分析的 是这个半定量准确度的高低呢 我们后面会稍微再讲一下 那么说完的前面讲完 物相的定性定量分析呢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物相分析的方法 那最基本的原则呢 我们就一致物质的标准图谱比对 也就是数据库去比对 跟数据库比对上 我们就认为是存在 那么啥时候我认为比对结束呢 我们一般肉眼可见的演射风 都检索出来了 就算分析结束呢 有时候呢 我们很小很小的风 实在检索不出来了 也就算近似检索结束了 起码你如果有主相 很强的风都没有检索出来 那么这个检索结果是不太 没有结束 我还要继续分析 我们常用的方法呢 有第一 全部检索 就我们所谓的常规检索 还有一些剩余检索 就是我大部分物相都检索出了 还剩余个别几个小风 那么我们对未确定的演射风进行检索 还有一些单风的检索 或者个别几个风 就是我单门 其他风我都知道是啥 我就关注我里面 个别几个小风是啥 我们可以作为单风检索 还有我们要知道一个PDF 或者COD卡片号 我们可以直接调用卡片号检索 或者我们直接用物相名称 和化验式检索 这随后我会给大家演示 那么我们物相分析的步骤呢 其实呢 首先要调入数据 调入数据后呢 我们设定个检索参数 包括我选择数据库 对元素进行限定 设定完后呢 我们进行物相的初步检索 或者就将主相检索出来 那么呢 我们对于一些小项 进行剩余检索 所有物言射风都检索完了 我们要进行一些定性分析完毕 我们要进行一个半定量的分析 那半定量分析后呢 我们要保存结果 或者可以打印的生成一些报告 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半定量结果 它会告诉你一些有百分含量是多少 那么我们PDF卡片的选择呢 我这一块 因为我们做过S线检索的时候 都发现 我们同种物相 一般有时候对应许多种卡片 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因为这些卡片为什么很多呢 因为它有不同年代收集的 不同实验室做的 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实验条件 包括对样品的合成条件 都不一样 那么所以生成同一个卡片 各种做多种多样的卡片 我上午我检索了一下 比如二样化规的卡片 好像超过300多张 PDF卡片库里 所以我们要从这些众多的卡片号里 做一下选择 我们怎么选择呢 总体原则选择高质量信息权 符合现实的卡片 什么叫高质量 如果是PDF数据库的话 它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判别 一个是状态栏 一个是质量栏 状态栏呢 包括一个primary 包括alternate和deleted 有一个最主要使用的 我们优先选择第一项 primary主要使用的 当然了 后面的两个也不见得是错的 只是说明 一旦这两个说明 有更好的替代它了 如果我们的样品 最后我发现检索 其他都对不上 我所有对上的卡片 就是deleted 那也是可以的 就是deleted代表有新的 已经在数据库有新的卡片了 它不见得要错的 如果你的样品 就给这个卡片对的特别好 说明你的样品 就和当时做这个卡片 那个实验条件 包括样品条件很接近的 我们在有选择的前提下 尽量选择这个 最主要的 那么qualitator呢 我们优先选择前四个 一个是星级的 一个是good 包括一颗 颗指标化的 包括计算值 优先选择前几个 后面那几个 迫不得已 尽量不要选它 如果没有别的选择了 那你对上了 你也可以选 我说信息权呢 主要是 我们一门卡片里面 包括一些空间群 晶包参数 那么还有一些分子量体积 包括一些密度 包括像I I别像C 各种一些晶包参数 晶起数据的信息 我们要尽量是全 有一些卡片 你比如说没有I 比上ICUR 这时候这个值没有的话 我们定量的话 一般默认为1 那么你想象 你没有实测值 你就一个默认值 我们算着结果 都不会太准 所以说 如果其他都选完了 还有不好缺分的 我们可以选 信息稍微全一下卡片 另外要选择负责现实的卡片 你啥叫负责现实呢 就是说 比如我作为荧光分析了 那么得到里面有各种元素 那么这时候我们选择卡片 尽量选择负荧光元素的 你有 因为SRD的卡片库检索 它主要根据经济结构去 或者根据演射风 这个DI值去对的 它有时候结构类似的东西 我都对上了 但是它不见得准确 因为不是我想要的 或者举个简单例子 你花10块钱 在地团上买个戒指 你在SRD分析 你金的含量占80% 像这种一般认为 它就不太合理了 对吧 当然 如果真要你遇到这个东西 你先别管它真假 你先去赶紧回到地团上 再买10个回来 万一那遇到 有这个真戒指假戒指整混的呢 是不是 谁知道呢 你就像奥运会成立了100多年了 除了一战二战的时候 停办那几地 从来没有奥运会延期过 那东京奥运会 它都赶上了 所以说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不能说 哪个可能不可能 只是说 我们从一般常理上分析 要尽量的符合现实 这就我们PDF卡片库的选择 那么我们物相分析的注意要点呢 首先我们要定性分析的时候 我们角度数据比强度数据最重要 也就是演示风对上的话 比强度更重要 我们认为定性分析少 然后强度主要影响定量分析 我们要做半定量分析的前提是 我们所有物相都检索出来 才有意义 你比如说有一些含量比较高的风 没有检索出来 或者微量相没检索出来 那么这时候我们做半定量的话 就有物差 因为我们是 你不管检索出来几项 我们都认为 这检索出来的项的含量 之和是百分之百 我们要做规一化处理 如果你用未检索出来的项 那么所有一检索的项 那个相对比例会偏高 因为你未检索都分给它们了 或者你如果有非晶态项的存在的话 你将来都影响晶态项的绝对含量 因为非晶态项 我们SRD只能分析晶态 对晶态的无相分析 非晶态的话 我们能知道它含量能算出来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组成 那么我们半定量分析的精度 怎么评估呢 有些人问 你这个算是百分之二十是到底准确度有高 多高呢 那这时候我们取这几个方面 第一呢 这个参考强度比的值的准确度 多高 这个值要 有好多卡片 你比如说 它这个值都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要选择不同卡片的话 得出来结果 定量结果不一样的 我们选择的时候 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时候 尽量选择着 这个参考强度比在中间的位置 你比如有十的有六的 我们尽量选择一个八的 靠中间的 这样的话会稍微好一点 另外我们最强缝的缝高 受到眼射缝的重叠 包括左右其向的影响 这时候的话 我们算出来变定量的精度会偏低 另外我们眼射缝的缝高 通常来说正比于面积 你单身的眼射缝受到宽化的影响 你眼射缝宽窄不一样的话 单纯于高低去匹配 这准确度也不会高 所以说我们半精量精度的高低 我们取决于仪式样品测量图谱 另外我们取决于一些卡片的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个 EVA的长个影响 我们算一个结晶度 结晶度的话 我们通常来说像这种非晶的蛮散风 那么下面这个非晶包 我们认为非晶态的 上面一个突出的风是晶态的 也就是说计算结晶度 就根据这个晶态这个面积 算于这个总面积 这就是我们说的结晶度 根据面积计算的 可能有的人要问呢 我其实像我们常做的石墨化度的测试 其实它也是一种类似结晶度的表现 它就相当于非石墨碳 像石墨碳的转化程度 那严格了 有时候也我们有时候 他们说也是用结晶度的底线 只不过我们算石墨化度的话 我们不依颜色风的面积 而是以那个颜色风的角度 或者一直经格长数 那个给石墨碳的偏移的程度 去认为它的石墨化度 总之都是一种颜色图谱的应用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常见的 精力尺寸的计算 我们SRD计算精力尺寸 一般根据的泄勒工资 啥样的 那就是说我们掩饰风的展宽 一精力尺寸反比 也就是根据这个工资 刚才我同事过来说 大家没有声音了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听到声音 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正常听到声音 我重新又连了一下 那么我们接着讲 这个泄勒工资呢 然后因为这个颜色风的半高宽呢 我们通常又除了精力尺寸的话 我们除了精力尺寸的话 我们还有微结构的影响 比如微观应变 它也引起半高宽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其他微结构影响可忽略的时候 我们才比较准 它通常适应了100纳米以下的尺寸 如果的精力尺寸 你们有微米级的 它就不会太准 然后这个泄勒长寿呢 我们通常取值在0.87到1之间 这个值没有一定的定论 通常来说球形颗粒 我们认为0.89都行 如果立方精力的话 0.94 这个值呢 你具体取多少 我们你可以文献中查找也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个 就是固容体分析 固容体分析的话 我们经常固容效应呢 我们引起颜色风的规律的话 或不规律的位移 那我们需要做精包的调整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 你比如说这个颜色风 这个卡片本来在对到这个位置 而实际测的颜色风 它发生偏了 这种的话 有时候我们就是固容 因为固容效应引起的 我一个位置 我进了一个大原子 那么他们精包间距都变大 那我颜色风就往低角度偏 如果固容了一个小原子 那么就相当于它 精包间距变小 它会往高角度偏 那么我们这一个EVA软件 有一个固容效应功能 我们可以调整精包参数 将这个颜色风 标准图谱进行一个调节 我们可以将颜色风对得很好 然后调整后固容体的精包参数 我们也可以得到 那么还有一块呢 我们要创建用户数据库 这一块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 我们PDX检索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好多好多卡片 我们需要自己选 一是那个从几十万张卡片中 它要检索的过程很慢 我们人工搜索很慢 那么我们可以 一些自己关注的卡片 我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后呢 建成我们自己的数据库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大大提高的 检索速度和精度 我们要自建数据库呢 有几个来源 第一呢 我们从PDF卡片库中的现有卡片 我们拿来直接使 还有一块呢 你现有卡片 你没有固容 我固容体呢 我调整金包参数 将这个卡片调整后 我存到我数据库里 还有一种 你没有任何卡片能对上 我比如合成了一个新材料 我可以将我实测图谱 我可以变成一个 我一个卡片存起来 这一块就相当于 我们用户的自建数据库 接下来呢 我们理论部分演示 我讲完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软件的操作 现在我切换软件 需要稍微等一下 大家呢 可以和口水稍微活动一下 我马上去切换软件 我现在已经软件已经打开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软件 我已经打开了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那现在呢 我们就正常的 这个软件打开了 我接下来讲我们软件 我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基本操作 对这个软件打开 我们进行一些 软件大概基本操作 另外讲一下我们这个软件 主要应用 这样我们这软件 主要分为打开后长这样 那么上面这一块呢 主要一些菜单栏 菜单栏包括一些菜单 这一些各种样的菜单栏 一些按钮 这一块呢 我们也不用特意记 我鼠标放上去后 它都会弹出一些 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 我们直接点都行了 常用的话 其实就这几个 我们打开一个数据 导入一个数据 保存一些数据 常用的 那么我们现在 我先随便打开一个数据 然后再演示这个软件 那么我们打开一个数据后 大家看到 我这个软件的整体 有着几块 第一块呢 菜单栏 还有有几个模块 最中间这一块呢 就是显示模块 我们就显示这个颜色图谱 包括我们对这个图谱 能进行操作一些 常规的一些工具按钮 我们最左侧这一栏呢 就是数据命令的栏 这里面你可以点开 包括你看这个命令栏 也有工具栏 包括一些菜单栏 你都可以点一些 常见的命令 我们最下面这一栏呢 就是一个data tree 这里面有我们最常用的 我们要需要放到 你比如打开文件后 我们文件名都在这 如果我选择一个演示封 我如果选择一些演示封 那么这演示封 包括面积 一些定量分析的结果 我都在这个位置显示 这就是一个data tree窗口 还有最右侧的一个属性栏窗口 这一块主要显示 这个图谱一些常见的属性 你比如说 这个现在默认的显示黑色 那个图谱我想改为红色呢 你就可以进行一些 正常常规的操作 这改变颜色 包括我们再往下拉 拉到这个位置 你看一些测量参数 你就这个图谱 你当时进来测量参数 比如起始角度 终枝角度 不长 每步的时间 这一块我提醒一下 我们一般来说 你要想这个参数前 最好存这个BML格式 或者就是最新款那个格式 因为这个格式存的话 它能保持所有参数信息 你应该低格式的IW格式 它有一些参数存不上 再往下 你看有一些 有些光源信息 包括我们用的狭凤信息 它都能显示出来 这是我们常见的属性栏 那么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图谱 现在这个图谱打开后呢 我们这个布局可以作为一些更改 首先呢 你看这某一块呢 如果我可以移动位置 你看我拉 鼠标放到一个小 这个标题上 我一拉 它在图面上显示 你会看到这个小 小框 加这个小按钮 我放到哪个位置 它意思是我松开手 这个窗口放到哪 比如我放到这 显示都在这 这就相当于 为啥这么说呢 如果你是个宽屏 倒无所谓了 屏幕特别大 你这个数据 你放到哪个位置都行 如果屏幕比较窄 那么如果这个窗口 再放在最下面的时候 我这个显示窗口都变小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可以 可以作为自己人工的调节 当然你一定要放到 它这个弹出窗口的位置 你如果随便放一个 它单独 另外一个窗口 你没法内嵌进去 所以我们一般 我习惯你就放到 这个位置 那么还有一块 这个命令栏呢 如果你看这个窗口 比较小 用不着的话 我可以隐藏掉 这样的话 我们常规的一个 一个数据库的栏 一个属性栏 一个显示栏 那么如果我们想改 改变语言 就在 这view里面有语言选项 它有五种语言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进行选 还有一块 我们要这个软件的一些 tutorial 使用说明书 包括一些教程 包括一些常见的问题呢 我们打开 我点开 都一些pdf文件 大家可以查看 包括我们这个软件 使用一些教程 使用一些教程 使用教程 像这种原始文件的位置 就在那个 c盘 c盘里面有个 program data 这个文件呢 就是一个隐藏文件 大家打开后 里面有个布鲁克 axx 里面有个 tutorial 上面有个eva 这里面就有一些 原始数据 大家可以根据 根据那个 使用教程 说明书中的例子 拿这个练习 就行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 根据这个软件 根据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 打开完了 打开数据后 我们对这个数据 可以进行操作 进行怎么操作呢 我们就是主要操作 就是这些按钮 现在我都针对这些 按钮 进行操作 我就根据这个上下 那么我们 换一个数据 比较明显的 比如我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有什么特点呢 你看左边 左边有这么高一个斜坡 这一块一般就是 我们低角度的空气散射 这一块就作为背底 那么我们有时候 要画图的时候 这个图要发文章干啥 它不好看 一个大斜坡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抠掉它 就直接点这个 一个background 我点开后呢 你会弹出一个小窗口 这个窗口呢 我们可以拉这个滑块 我放大一块 你可以直接看 我们拉这个滑块 这个滑块呢 显示我们就相当于 我们扣背底的一些 一些程度 这个虚线就是 我要扣掉的背底 我可以拉这个东西 我显示 它扣到什么程度 那么这里面有三个窗口 一个是什么 只显示 原始测量图谱 还有一个 我们显示 扣除背底的 你比如刚才这个扣完了 它就变成一个 比较平的水平线了 那么我还可以显示一个 原始数据加背底 那就这个图谱 如果你想将这个背底 单独生成一个文件 你可以点这个 生成一个背底就行了 那么在这单独生成一个 背底的文件 那就长这样 这是一个背底 那么我们扣完背底后 包括我们做完一些 常规处理后的数据 我们可以重新导出去 你比如说 这个数据 我们点开右键 这边有个file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导出一些 你包括导出一些背景 抠出 抠出这个 背景 抠出后的图谱 我们导出一些部分图谱 就相当于我 比如说我测量是从5到70度 那我就想导出一个 10到60呢 也都可以 我们自己选择一个角度范围 我们可以导出一对一对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我们导出一些背底啊 都可以 包括我们对这个数据分析后 我们想导出 都可以通过这个东西 在导出这一块呢 你可以选择原始文件 IW 其实我还可以选择一个 XY格式的 这个格式其实就是文本文件 大家拿这个东西 我可以回去在orange 或者在其他画图 都可以 这块的数据导出 接下来我们要导一个 右边一个KFR 抠出KFR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光源 都是KFR KFR混合的 除非你配列有 前面有一些 单色器能抠出KFR 一般来说 我们做粉末演示 都是带KFR的 那么我们需要 在分析的时候 需要把它抠掉 怎么抠呢 我们打开一个 比较明显的 你比如说这个图谱 我们打开后 这个就是KFR的 这是KFR1 KFR2的风 有时候你看在高角度的时候 它俩风分裂还挺开的 有时候我无相检索的时候 有两种情况 一种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KFR2 有可能是我们额外的风 所以我们一般分析的时候 有时候给KFR2抠掉 那我直接点这个 抠出KFR2 那么你看 这里面这个红色这个线 就显示这个风 被抠掉的状况 我可以理论上 KFR1 KFR2 它是2比1的比例 那么我们可以 我可以调节这个滑块 让它抠的比较干净 还怎样 我可以调节 就这个地方 刚好抠没有合适 我们点一个 replace 那么就生成 那个抠出KFR2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 这一块 还有将来算面 风的面积 或者算半高宽的时候 都要抠出KFR2 接下来还有一块 刚才讲了 对这个图谱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缩放功能 比如说我要放大 我随便拉一个图谱 我圈一个 它就自动放大了 我要想回去 我鼠标点着 往左边 左上边 左边任意拉下 它都恢复原位 或者右键 我们直接zoom reset 也就恢复原位 或者这边有一个 显示一个总栏的图 你比如我想放大哪一块图 可以在这上面选 这样的话 它显示 下面显示放大的 下面显示放大的 上面显示一些常见的总栏图 那么接下来有两个功能呢 就是一些平滑的 平滑的处理 你比如说一个smooth 一个flear smooth 这次相当于两个 我们做平滑 我对这个图谱 你比如打开后 我点开这个平滑 它同样弹出一个窗口 那么我还通过选择这个窗口 这个红线呢 都显示你和平滑后的曲线 那么我觉得那时候合适了就行了 那我可以在这直接直接拉着点 我选择一个合适的比较好 那就选择合适后点个replace 就可以 这是我平滑后的图谱 那么还有两个比较常见的 一个是xoffset 一个displacement 这两个起主要什么作用呢 我们对这个图谱左右平移的 你比如说我点开xoffset 那么我们现在 我拉动这个滑块 大家发现这个颜色图谱 它左右跑了 对吧 那就相当于这个时候 一般啥时候实用得着呢 比如我这个样子 做的块体样子 它那个高度呢 我没法打到我们样品槽 超过这个高度 那么做出来颜色风 它会向右偏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 作为一定的平移 将它回到原位置 那包括一个displacement 也是同样的功能 只不过来说 这个来说我们实行样品浇正的 你比如说我的样品 它比这个平面高了多少 低了多少 那么我可以在这输入值 它可以将这个风 进行一定的浇正 这一块就是说 你要当你确保你的样品 是因为高度的偏差 引起左右 颜色风的便宜的时候 在用 那么还有一块呢 就是我们一个Y offset 这一块呢 我们主要相当于 我们YX轴不变 Y轴上下提动 你看我拉这个滑块 这个Y 这个颜色风 是不是向上跑去了 这个都相当于 适合啥时候 如果我有两个三个的颜色风 你比如我再打开一个颜色风 那么这两个颜色风 是不是现在落到一起了 那么我们想 想给它 让它分开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Y offset功能 它就有点显示 这样的话 它们就在一定高度上显示了 我们就可以直观的观察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 Y scale factor 这个是啥样 我们这个就是 主要是在X轴不变的情况下 Y扩大一定倍数 你比如说 这个的显示扩大了多少倍 就相当于我强度 扩大一定倍数 这个是和啥样 比如说我两个图谱 有个测了10秒 一个测了1秒 那么那强度 我没法直接比 我可以将这个强度扩大10倍 我给它进行对比 这些常见的按钮 那么这边的几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作为多个图谱 进行那些合并和加减的操作 那么我给大家 那么现在你比如说 我打开 打开两个图谱 首先这俩图谱 一个黑的一个红的 我将这两个图谱加起来 那我们填这个爱的功能 它这个蓝线呢 就是我们将这两个的强度加合了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个新的图谱 我们可以直接导出 直接用都行了 这个是和啥时候 有时候我们要测量 同样的参数 我们测了两遍 我两遍的话 强度可以加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显得总强度会高一点 那么我们加完后 我们还可以减 那么这两个我们选起来 那我两个图谱还可以减 点一个subtract 那么这个蓝色的线呢 就是这两个图谱 相减的结果 这个又啥时候用得着啊 有时候我这个样品台 有背底 样品台背底 它有信号 我们样品 将来个样品混合在一起 我不知道哪个 是样品台信号 是样品 还是我样品信号 那么我们可以测两个图谱 第一个图谱是 支测样品台的 然后再放上样品 它俩一相减 就是我们纯样品的信号 这是减法 那么我们要 还有一个功能 是两个合并 啥时候出现合并呢 你比如说 我这有时候要测试 我先测试到50度 测完了 过两天 我觉得50度不够 我想看看60度有没有风 那我从50到60又测了一对 那么这两对数据 我可以合并起来一个图谱 你也否则要从头开始扫一遍 太浪费时间 我们有一个merge 就是合并功能 那你比如现在这个图 我现在有三遍 有三个图谱 那么你看 第一遍就测到一对 然后又从中间一对 包括后面一个 后面另一对 那么这三对数据呢 我可以给他 我前选上 点个merge 他就合并成一个图谱了 那么这个绿色的就是我们合并完成的图谱 当然大家利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一定要实时求是 别拿着A样品的前一对数据 跟B样品的其他数据合并 那样的话就不太好了 所以说一定要同一个 另外我们要实行这个合并的时候 他量测量参数一定要是包括不长了 每步的时间一定要一样 否则的话 你这个合并后 他的强度就没有对应性了 讲完这块功能 还有一块 我们的这几个按钮 这几个按钮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显示功能 啥显示呢 你包括我们显示横坐标 我们默认的横坐标的显示就是21台角度 你可以改成镜面间距分之一 镜面间距 或者改成一些演示适量都可以 那么中间这一块呢 还有这个一块呢 你可以选择改变纵坐标的显示形式 那你比如有线性的显示 平方根的形式 对手的形式 它适合啥 你比如说我一旦选 选对手平方根 这些很小的风和高的风对比没那么明显 你就是相当于我100和1000差别挺大 但是我起一个对比的话就2和3的差别 这个是和风特别小的时候 我可以调节 中间这一块呢 我可以调节一些参数 我们正常 正常的话 我可以改变纵坐标的形式 我们纵坐标呢 有两种单位 一个是CPS 一个Cons Cons呢 就是我们的总技术 然后CPS呢 就是技术率 就是每秒的技术 所以说这两个 大家可以任意选择都可以 接下来还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功能 一个是做一个局部放大 一个的PIPMOD 你比如说这个图谱 这有几个小风 我可以选个局部放大 放大后 我可以放在这个图谱一个位置 那么我可以先选中它 选完后呢 我在这选择一个区域 选择区域后将这个 这个区域我可以任意拉大拉小 拉完后我点个确定 那么它就在这个图中显示 这样大家就不用再 自己再画俩图叠加在一起的 如果你觉得不太合适 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个 编辑 我可以在随便改变大小 改变一个位置 都可以 或者我可以不要它的话 删除它 也可以 这是一种局部放大 我们还有一种 另外的放大是VIPMOD 这个暂时没显示出来 等会儿我再给大家演示别的 另外还有一块有一个 这个像一个小剪 剪字的一样形状 就是Residu Sky 这时候适合啥呀 我们无相检索的时候 如果其他风全检索出来了 剩余几个小风没有检索出来 那我们可以将 这其他几个 我可以不要它 你比如说这一块我来剪掉 它变成一个红色了 那么接下来在检索的时候 我们只检索中间这一小对 这其中一个数据 其他都不要了 这个主要适合 我给那个大的风 我给它切掉 就检索小的风 回头我给大家会演示 这里面还有 还有几块功能 一个是 如果我剪切错了 我不想要的 我可以恢复掉它 那么就恢复原状了 还有两个功能 这一块与卡片有关的 等会儿讲那个 无相定量分析卡片时候 大家给它讲 这有一块功能 就相当于一个 Waterfall显示 这个适合啥 如果一个图谱 它有 比如我打开一个 好多图 那么他们演示风呢 它有 它叠加在一起 我看不清这个东西 那么呢 我可以选择这个 瀑布的形式 这样的话它都可以分开 分成这样的形式 我可以稍微更 更常见一点 还有一块 重要的功能 我们要做 寻风的处理 寻风的话 我可以 打开一个演示 啥叫寻风呢 就是我 这个演示风出来了 我好多风 这些风我想知道 每个风的参数 比如风的位置 风的晶面间距呢 我怎么办 我们这有个 PickSearch功能 这个功能用处是非常广的 你比如好多药棋 根据药点 做精心疲惫的时候 它都需要这一系列 晶面 颜色风的一些 角度或者面间距 那么我们点开 这个PickSearch 它会弹出一个 这个窗口 它同样是个 滑块一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选择 抠出KFR的贡献 这之后呢 我们需要改动的有两种 一种呢 是我拉这个滑块 这个滑块 主要改变了 这个风的宽度 也就是多宽的风 多宽 我认为是一个风 还有这个预值 这个预值呢 主要反映 这个风的信号 和背底信号的一些 对比 也就是说 这个值越大 说明你这个风的信号 在很强的时候 才能识别出来 如果这个很小的时候 一个波动 都认为是一个风 我们一般来说 是默认一 你可以改为二 都可以 那么现在 对这个图谱来说 我点个寻风 你看它寻到了 除了几个大风 都寻到了 那么还有 这个位置 我放大 基本上我们认为 它不是风了 但是它也寻出来了 那么这时候 我都可以通过这个滑 拉动滑块 看它消失不消失 如果滑块消失不了 那么我改 改变这个预值 我们再拉动 将这个消失掉 我逐步剪一下 我逐步调这个预值和宽度 你看将这个小风 我给它去掉了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肉眼看着 是个风 还保留 那么我们选完后 有两个选择 第一种呢 点个 Append to list 那么我们就生成了 一个风的列表 这里面显示 我们寻到了七个风 你看每一个风的角度 它已经标上去了 那么 另一块功能呢 我们可以点的 makeDF 就是我们常说的 DF文件 那么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后来 我要我要做一个 我自建数据库的时候 要用到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这块 我们先不讲它 那么我们 寻到了这七个风 这样的七个风 后每个风上面显示角度 你如果想 比如说 我不想让它显示角度 我想让它显示强度 强度或者晶面间距 也可以 那么我们点一个 pick list 我把所有风都选上 我可以选个 select children 选择子击 或者我一个一个点着 control 选择一下 我们出现这 各个颜色风 这个颜色风选定后 我在右侧的属性轮里面 我可以改变这个capitan 你现在默认的是个ungle角度 那我可以选择一个 晶面间距 也行 你看这都变成一个 晶面间距了 地址 那么我不想要地址 我还换一个强度 也可以 这你都可以任选 你或者我改一个显示的颜色 我想让它红色显示 都可以 总之 这个属性栏 我们对这个图谱中的一些标题 显示 做一个更改 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地方 你可以自己写 你比如说 我选择个角度后 我还可以加点值 你写个2θ 等于角度 那么将来它显示 这都是2C下东德奥度 东德奥度 那么我完全也可以 再重新 写一个别的什么东西都行 你或者就写一个 你自己的东西 你比如ABC 它也可以出现 但是这时候 你要确保有什么意义才行 我还可以对单峰进行任何 这是整体改动 我可以进一个一个改 你比如说我要 我对第二个峰 就这个峰我进行改动 那么我显示一个强度 显示一个角度 那么你可以改 颜色也可以改 我可以对每个峰单独显 还有一块 有人说了 现在你这个图谱可以 当我这个图谱特别密集的时候 你这个 这个角度这样显示 没有正对着这个峰 是吧 那我可以移动 你比如这个 Captain Offset 你可以XY移动 这个Y 你比如说变大的 变成100 那么这个显示 它都往上来回跑了 X我可以调节 你比如调个10 它就来回跑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相对对的 比较准了 这个字体呢 你也可以改动改动 你改成现在是8 你改成20 它也可以变大了 还有一块 这个显示 我还可以改样 这个字体 让它现在是数值的 我可以改成0 让它变成水平 都可以显示 你可以大家总之在这个栏目里 这各种按钮 软件点不坏 随便点一个试都行了 还有一块常用的 你看这个一个指示 有时候指示我不想要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点一个 一个三角形状的 一个Sed 在侧面显示 或者显一个 机型框的 也可以 或者我选一个Nine 啥都不要 都可以 好 这就是一个峰的显示 显示完后呢 你比如说我这 现在我给它 显 显示完了 我都选一个角度 那么呢 我这个峰的列表 我可以生成 你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 PickColorView 这样的话 我可以生成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反显 你每一个峰的角度 包括后面 镜面间距强度都有 拿着这个表 你可以 给精型去匹配 这是一个寻峰的功能 然后 接下来这个图谱 一些常规操作 我们都进行完了 我接下来要 大家休息五分钟 我给大家演示 后面的无相分析的操作 大家休息几分钟 对不起 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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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听的效果咋样了 因为这边网络有时候显示卡顿 可能大家听着有时候有卡 不过没关系 我们有回放 回头呢 如果当时没听清楚 回头可以 再回放看一下 那为了节省大家时间 我们现在继续下一步 我们要讲第二块东西 刚才讲一下我们一把软件的基本常规的操作 我们要接下来要讲一些应用 我们第一块应用 就刚才我们说我们要做无相分析 首先呢 我们导一个数据进来 导一个数据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一些 开始进行无相检索 那么我们要进行 那么我们要进行点一个这个search match 或者或者点这个右键 tool里面有个search match 都行 我们点开后呢 他弹出这一个小窗口 这个小窗口呢 我们要做一些检索参数的设定 第一步我要选择数据库 这里面显示你们安装了一些数据库 这一块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呢 我们COD数据库和PDF数据库 他不能同时选 也就是说你选择PDF数据库的话 你就别选COD 选COD就别选PDF 他不能同时的操作 我们只能选一个 数据库这一块我们选完数据库 这个窗口看能不能拉大的 拉不大 那么我还有一块一个数据库的过滤 这一块主要干啥呢 我们一般来说 你如果对这个样品特别了解 你比如说是有机物或者无机物 或者你是一些 你是一些矿物 我们可以在这个字文件夹里面 找到一些常用的常用的东西 比如我选个矿物 那么他只是从这里面检索 你可能检索速度快一点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是常见的东西 我可以默认不管他 还有一块我们对这个化学元素进行检索的 进行一些限定的 你比如说默认弹开是这么多元素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四种颜色 红色的话 红色的 你看我全选上 然后红色 就是默认为是 默认不选他 然后我在 灰色的的话 就是一个可选可不选的 然后呢 那个绿色的 绿色呢 就一定选的 然后蓝色呢 是一 嗯 还有其中一个至少 那么我们其实正常的话 我就点一下就变一个颜色 点一下变一个颜色 这时候一般来说 我们默认初步检索的时候都不管它 就直接变成常规的就行了 如果我事后我知道某个元素了 你比如说我知道哪些元素 我比如就知道硅和氧 那我可以限定他两个进行检索 这个事后 我一会儿我大家再演示 先说到这 这就数据库这一块 然后接下来设定完检索条件 我们都可以直接点match 就可以检索了 那么检索后呢 他会 这我设定的检索参数 我现在关掉 那么重新 就是我们默认我不选元素 我们尝试做一个检索 那么检索完后 弹出了一个卡片 那下面这是所有卡片 大概这有个 一千张嘛 就是认为软件 认为这匹配上 那么我们要需要人工筛选 系统默认 他认为匹配最好的 你放到最上面 那我们需要做人工筛选 前面我已经讲了 PDF卡片库 做一些筛选的时候 怎么选 首先要看这个quality 和这个status 状态栏和这个质量栏 那么你看 我鼠标放到某个上面 这上面 这图图上显示 我那个红色的这个柱状 就是我认为对上对不上 那么这个图图一看 这卡片人对着呢 对吧 我们又对上了 好几个风都对上了 这种呢 我们认为卡片人对上了 一般来说 我们无相检索 比较复杂的 我们认为一个三强风对上 就认为合理了 因为三强风对上 基本上都认为对上 当然也不排除 有时候三强风对上 还都完全一样 我要看到第四 第五第六 总之 所有都对上 我们认为是对上了 一般情况下 三强风都够了 那么这个对上了 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quality和status 尤其这个状态 栏都删除了 那么都往下走 尽量找个好的 那么你看 这个最好 对吧 这个你看质量是星级的 然后呢 状态来是primary最主要的 那是我们的选择这个卡片 像前面这两 像这个质量是星级的 这是现在我已经删除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尽量选择这两个 如果我所有卡片都检测完了 那只有这种deleted的对上 那我也只有选它了 那么现在我要选这个 选完一个卡片 我选中了 你会发现 在这个位置 它这个卡片号 它会弹出来了 就意思我选中这个卡片了 那么在这个data tree里面 也会显示一个pattern list的 你显示你这个卡片 已经选上了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走 接下来我要看蓝色 这个线显示了 因为你看这些卡片 是不是给红的盖着了 这些卡片也是可能对上了 当我们尽量选择一个 比较简单一点的 你看这个是个铝落 也就像落 一点点落 固容着铝里面的 我们如果事先不知道 或者不确定它是固容的话 尽量选择简单的卡片 当然你这里面 我就加了落 洋画里面就加了落 我可以选择这种 带固容器的卡片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 一个个的走 我们要找到我们 现在还有这两个风 没有对上 对吧 我们要找到它 对上这个了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伯母石 就是水和氧化率 就是带一个结晶水 在氧化率 我们选择一个 稍微好一点的 你看状态来 我们选择个index 比刚设备了一个空的 稍微好一点 那我们就选中这个了 那么对这个图谱来说 它比较简单 因为你看我们放大看 它就这几个 六个风 现在我如果我们全部对完了 我就可以关掉了 这个的话 无限定性检索 就算检索完了 因为没有小风了 那么检索完后 定性分析完了 我们要刚才说干啥呀 要做半定量分析 我们要做半定量分析 刚才讲了 它利用演射风 最强风的强度去匹配 因为我们的参考强度比 那个值 I比上ICUR 是利用最强风的 那么我们首先 找到每张卡片 我们点中这个卡片 比如红色的 我们找到 它这个最强风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最强风呢 我们将这个卡片号 拉到最高处 就调节这个Y scale值 那么怎么操作呢 一个手摁着Ctrl 然后鼠标变成一个小手形状 我要上下移动 你看我上下移动 我移动到最强风的位置 这个差不多就行 因为有时候这个风没那么尖 我找不到最高点 因为它本来就是半定量的 如果基本上接近顶峰 插不了太远 那么我们点击另外一张卡片 蓝色的 那么最强风同样操作 我给它拉到最高点 对吧 这个不太好找 你看它有点宽 那我们拉到这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调定性完 检索出来强度 我就可以半定量分析了 半定量在哪呢 我点击这个Python List 右键 在Create 有个Python Column View 那么这会反映出来两张卡片 那么我很长很多参数 那往往后拉 你看有一个名字 化学赤 再往右走 这里面有个SK 这里面就是一个半定量的结果 就是说第一张卡片 就是这个东西 博姆时占了46% 氧化了也占53%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可以用一个 Python Chat View 以这种饼状的形式显示也可以 这样的话显示这两张卡片 你看它一个占百分多少 这个适合你做PPT的时候 展示比较方便 或者你可以显示一个 骤状图也行 那么我们先点这个View 上面一个View 这里面有个Python Chat View 这里面我们改变 我可以选择柱状图 对吧 我还可以选择一些 层叠到一起 总之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做各种显示 就半定量分析 我让我们做个显示 半定量分析完了 那我们还有 这个数据基本上结束了 要干啥呀 要么我们可以直接 有个这个Print Preview 就是打印预览 预览后呢 他可以将这个图谱 我可以 就相当于 我可以 预览后的图谱 包括一些你测试参数 包括这一个 半定量的结果 你可以存成一个直接打印的 或者生成一个PDF 存起来都可以 这里面 然后刚才说到这个 Print Preview 这里面的好多 因为我要全打印预览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特别长 对吧 它会显示特别长 你看这里面 我本来是一行的显示这么多 没用的话 我可以删掉 怎么删呢 你看我直接鼠标点在上面 往下面一拉 它就没了 就剩你想要的几个了 对吧 这样的话 一般常见的就留个 名字 画一致半定量就行了 如果啥时候 你想恢复拉错了 那你可以直接 这里面有一个 All columns 它可以还回来 对吧 或者我可以选 Column Chooser 从这里面 我可以慢慢的 一个一个的还回来 都行 或者你从这里面拉 也可以 这就是我们做一个 这个显示的地方 我们做一个切换 那么半定量分析完了 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我需要做一个 数据的保存了 我们直接点保存 这个数据默认保存 我们保存后 它一个EVA格持的 我需要命名 我们很老款的软件 一般打开后 它自动弹出一个名字 一样 现在我可以 一般来说 你原始文件是什么格持的 是什么名字 你可以命名一样 这样的话将来好找 比如命名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 对这个图图 今天分析了 我觉得不太好 明天我想重复分析的 我可以直接点这 在这个地方是打开 原 import是原始文件 我们在这个open 就相当于一个 分析结果后的文件 你对昨天 比如分析完的东西 我可以进行任何的编辑 这是我们进行常规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刚 这个东西就我们作为 无相的一个常规的定性 半定量分析 难不难 其实也不难 对吧 但是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还有些我们要按卡片检索 刚才我知道我要检索出 弹出这么多这样的卡片 我需要人工挑 很费劲 如果我事先知道卡片号 比如我知道氧化驴 这个卡片号 它就是个2852 那我可以直接进行卡片检索 怎么检索呢 我点击这个名字 我还是右键 回到这个tool里面 我们找到search by number 这时候你看我假如知道 这个卡片号是040042852 那我直接insert 它是不是都插进来了 这样的话适合啥呀 我都已经知道这个什么东西了 我记住卡片号 直接插入进去 就不用检索了 更方便 另外还有一种 我知道是氧化驴 或者这个 它这个名字呢 我可以直接检索 那么怎么检索呢 我还打开这个检索框 在这里面有个names 是吧 点开names 这弹出一个小框 在这里面一种呢 我可以连化学室检索 直接用 比如我直接用氧化驴 这个化学室检索的话 一定要加一个大口号 那么要不它报错 我直接输入氧化驴 那么它搜出来的所有结果 都是氧化驴 就没有别的了 我只用挑一些氧化驴 想要的氧化驴就行了 或者我们写用化学名字也行 你比如crandom 直接输入名字 进行检索 也可以 名字的时候 你要记不全也没关系 比如说我中间那俩字 我不认识 不会写了字母 你要打一个星号 或者别的符号 它也可以弹出来 对吧 这就是我们要 除了常规检索后 利用卡片名字检索 还有一块 我们假如知道这里面 我们一定知道铝 质含有氧化驴和枪极氧化驴 就是驴氧氢元素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 常规的检索 限定元素检索 那么我们就在这 chemical里面 我们限定 这些里面 我们全部不选 首先 那么我们限定驴氧氢 我们限定这个元素 那么我们直接进行检索 那么这时候 搜索的结果 只含有你限定的元素 这样的话 我们还缩小一些范围 这适合啥 我们做完荧光了 做完荧光数据 你已经看到了 知道什么元素 我们可以限定一下 缩小范围 这就能无相 常规的无相定性定量 检索分析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再减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那么 再找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图仆呢 是不是比刚才那个复杂一点 有大峰 你看这边还有一些好多小峰 这边还有一些小峰 还有大峰 是比就比较复杂一点 那么我们导入后 继续无相检索 对吧 计算检索后 其他我就默认就行了 就不用动 不用限定它 我们检索 默认的检索之后 那么首先你看 这个红的第一张卡片 第一张卡片对上了 质量是STAR 然后状态栏 Primary 那我们选择它 就这个碳酸美钙 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峰霉对上 我们继续往下的找 对吧 对吧 这个位置对上了 是不是 你看这个峰 这个峰对上了 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 也是一种探算美钙的一种形式 一会我们讲它知道的区别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找 你看我这个放大 是不是这个峰还没有出来的 还有一些小的峰 是吧 我们尽量往下 还往下走着找 这个是二人化龟的峰 那么我们找到它了 那么现在呢 你可以大家看到了 假如说我你看 我搜索完了 出谱的检索 你看这个红的又碳酸美钙 下面这个峰检索完了 是不是 总体看着还行 该检索的峰都出来了 我如果要放大看的话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几个小峰 你看这是一个峰 这是个峰 这是个峰 是不是还没检索出来 我们在这个图谱里 因为如果以这个整个图谱检索的时候 它不好搜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的话 我们利用刚才用到的一个功能 Ready to scan 那么我们检索出来 点这个茧子 那么从这开始 这已经搜索过的东西 我不要它了 那么它是不是变成一些浅红色呢 那么接下来搜索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仅仅搜索这一对的数据 你如果比如说这个觉得选多了 选错了 那我还可以在 你看这个有一个峰 我给它漏掉了 那我还可以缓回来 我重新从这开始拉 都可以 那么接下来搜索完了 我们要对应这一辈数据进行检索 你要它不好看 我可以选择一个对手坐标 稍微这两小峰就比较明显的了 那么我们进行一样的无线检索 这时候它仅仅针对这一对数据进行检索 这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直接不一个个找了 我就直接找到它的化学池 找到它就行了 这时候它是一个 这是一个斜律逆石对吧 因为你看我这样的话 你看这个我放大看 这个位置峰 这个峰 包括这个峰 是不是都对上了 这个就写律逆石 也就是这种情况下 我对主峰检索完了 检完后 然后我还是restore residue scan 那我就恢复 你看到这个图谱 那么它有四种项 前面三种主项呢 我已经检索完了 那么这个小的呢 我们通过剩余检索 也可以给它找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图谱就算检索完毕 弄完后 然后照样进行刚才那个半定量分析 这里面都不再演示了 我们还有一种情况 那比如说 有时候我想 我研究一个新材料 我加入了一种东西 其他我分过都知道 就一个不知道 我想单峰检索呢 也可以 那么我们拍个例子 咋演示 单峰检索也属于剩余检索的一种 我们都可以用 那么我们直接打开一个文件 这个图谱对吧 那我们快速的做一个无相检索 首先你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对到一个 两个 对吧 你看 假如这俩封 这个颜色图谱 你看在我选择这两个卡片后 其他都对上 你看这是不是有个小的 小的封还没有对上了 这个小封 我如果用刚才这个 residue scan也可以 那我需要两对 这一对剪掉 再剪掉这一对 另外还存在一个问题 这一对 你看他俩立得特别近 我如果跟这个剪掉 这个封都剩一半了 那不太好是吧 这种情况下 我们选择单峰剪索 怎么办呢 我们放大这个封 右键放到大概封位上 选择这个封 我们右键放到这个 封位上 那么我们可以生成一个 有一个create peak 对吧 它是不是在这插入了一个封 那么我们直接对这个封可以检索 同样 tools一个search match 那么我们点个match 它就 它就出来了 对吧 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常见点的 大家可以往后直接挑一个常见的就行了 或者我你看我直到它的原 直到它的元素 它就是一个 直到它是一个碳酸的 煤钙的一种 化合物 那我们可以直接利用限定元素 检索出来 我们当 当有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碳酸美钙 因为我们用单封检索的时候 因为它只有一个封 它只有一个封 所以有时候检索结果的时候比较 稍等一下 有时候你这个操作这软件 别点太快 有时候你一次点的太快的话 它有时候有迟钝 还有时候又可能死掉 我们尽量 那我们重新 那么我们选中这个后 我等一下 我稍微切 这个软件有点 刚才点的太快了 死了 我再重新切换一下 我们下软件有点 那么软件打开了 我们还打开刚才这个数据 还打开刚才那个数据 那么我们这部前面都不搜索了 我们直接单独就这个 那么还用刚才我选择两种卡片 对吧 选完后呢 选完后呢 我们对这个单独 对这个封 单独插一个封 单独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封 那么我们对这个单封的话进行检索 你会看到 然后我们这个 因为我指导元素 我限定元素 我节省一下时间 咱就不 那么它是一种 这个好像软件又报错了 就是总之单封检索就在这个步骤 我们首先插入一个封 插入一个封之后呢 我们单独对这个封 进行检索都可以了 说这个类组我们就不演示了 那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 我重启一些软件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固容体的分析 因为我们插入固容体呢 我们固容体的话 很多时候没有做固容分析 然后演示封呢 它会出现左右的偏移 然后左右封 演示封左右偏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进行的卡片检索 那么现在我们演示一个固容体的 那么我们现在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 打开这个文件对吧 然后我们做常规的无线检索 无线检索 你看这个匹配 很快的匹配出来 这个我们选择这个卡片 你看它是不是匹配的 给这个每个封匹配的很好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卡片是啥呀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固容体 真诚来说 这个机体其实就是浮磷酸钙 它相当于一些碳原子替代了一些磷 那么如果这是有固容体卡片的情况 我们很好检索出来 如果你做了新的固容体 没有卡片怎么办 我们现在演示一下 如果同一个这个机体的卡片 怎么生成一个固容体的卡片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不选 我们选择一个 浮磷酸钙的 选择这个卡片 那么选择这个卡片后 我如果放大看 大家发现是不是对的不太好啊 它都有偏移 因为我们这个样品是 这个磷元素被碳替代了 说颜色风会有偏 那么我怎么 如果我们又没有固容体那个卡片 我们怎么办呢 我可以做这个 做一个精包参数调整 怎么调整呢 那我们右键这个卡片号 点tool 我们有个tool and sell功能 这可以调整精包参数 这是个六方精细 那么我们先选择A 选HK0 你会看到 上面画虚线这个 由虚线红色这个 就是意思是我调节这个A 它的风味会发生改变 其他不变 那么我放大这一块 你看 这个风是不是原来在这呢 我如果调整这个精包参数 它这个风是不是左右会便宜 会跑啊 那么我们调到这后开始 你比如点个replace 它的风都跑到这个位置了 同样我们拉一个C的位置 你会看到这两个风的位置会因为精包参数的变化 而变化 那么它现在在这 那么我们调节这个精包参数 我点个replace 就回来了 这样的话 这个图谱现在你再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对的比刚才好多了 这样的话我就相当于我做的是固容体 我没有那个卡片 对不上那个卡片 但是我利用一支的模像的卡片 我可以做一个精包修正 我得到一些固容体的分析 那么这个卡片得到后 你会看到它 这个卡片里面这个精包参数 就是我们修正后的精包参数 你如果我们好多做固容体分析的 我加入里面不同的固容量 那么精包参数不一样 那么这里面利用固容塞数功能 我们得到以想要的精包参数 从而进行固容体的研究 接下来这一块 我再演示一个精力尺寸 精力面积半高宽的计算 因为这一块呢 我们打开一个简单一些的图谱 那么你看到这个 这里面好多是 风呢 它是有KFR的 那我们要做计算风的半高宽 一般计算KFR1的 这时候假如用得着 你比如一气刚安装完 你要测一气分辨率呢 那我们能测刚月的一个 演示风最强风的半高宽多少 我要算这个风的半高宽 也就是一辈高度的位置 那我先给KFR扣掉 第一步我们要扣KFR 那么我们可以拉我想要的位置 将这个KFR扣掉 是不是变成一个风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要右键这文件名 在Tool里面有个Create Area 弹出一个小窗口 我一种呢 我们可以自己输入左右的角度 我们输入这两个角度 或者我可以直接点Select an Area 比如我选中 我就自己选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半高宽 那窗口里面会显示 你看在FWHM位置 就是我们的半高宽 我们要测一气参数呀 我们一般说风的宽度 就是这个半高宽 那么这里你会发现 还有些其他地方 你看Obsorbed Maximum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值 包括这个 这几个呢 就是角度的位置 就是这个演示风的位置 你看这个就表示 我们最高点对应的演示风味 这个呢 就是半高宽 那个选中点对应的风味 还有一个重心法 对应的风味 也就是说 这一个演示风在这放着 我们要想精确的知道 在2C它的角度 我们可以利用这几种方法 你选选重心法 选中点法都可以 当这个风绝对对称的时候 你选哪个指期 应该都差不多的 如果要风严格不对称 我们尽量选一个重心法 比较好一点 下面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积分面积 它呢 就相当于一个 一个net area 就是净面积 不包括背底 包括rock area 就包括背底的 这时候用的着啥 是有时候我们很多 很多标准的 要求演示风的面积 参与含量的计算 你要 以前我们说 那传统方法好多 建立含量和强度的关系 我们都要利用这个面积 右边这一块 就是我们要精力尺寸的东西 这个值就是我们的精力尺寸 大概现在是140纳米 1400mI 140个纳米 我们前面讲过 泄勒公尺 颜色风越宽 这个精力尺寸会越小的 你这个风比较窄 所以比较小 这一块呢 一个K 就是我们泄勒公尺的细数 前面我已经说了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球形克力 我们选个0.89都行了 如果文献中有特别 其他的参数 你也可以输进去 下面这一块就是衣器的宽度 我们知道一个 颜色风的宽度 除了样品本身的话 还有一些衣器本身的宽度 你不同的辖缝宽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默认的就输过0.05 一般的设备 像布鲁克的现在的设备 D2的话 这个分辨量达到0.03几 如果D8的话 可以到0.02几度 所以说0.05 默认的这个值 如果你实际设备达不到这个精度 你可以拿一个标样 我测一个衣器的宽度 那么输进去就行了 一般标样 我们选择一个六红画栏 或者钢语都行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那个半高宽 掩饰封面 和精力尺寸的一个计算 还有一块 接下来演示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一个半小时了 我尽量减快的 不耽误大家更长时间 来讲一个接晶度的计算 接晶度的话 我首先我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非精态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谱里面 你看这一块 就是我们说 那个非精态的个骨包 那么我们要利用它计算非精态 那我们要算出来 这个骨包上面 这个风的 颜色风的面积 的精态面积 除以这个总面积 就是我们的接晶度 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呢 打开这个扣背底的功能 我要拉这个滑块 让这个背底线 给这个骨包全覆盖着 往上拉 就这个位置 你想我这个背景线 基本上给这个骨包全覆盖着了 那么我们回到右边 属性栏里往下拉 有一个接晶度的计算公式 对吧 有compute的接晶度 那我们选中它 选中后 这里面显示这一项 就是接晶度 这个样的接晶度 大概是33.9% 非精态含量66.1% 这就是我们利用一些 利用这个扣背底功能 计算接晶度的功能 当然了 这个是一个骨包的还行 如果你比如说 两个非精鼓包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 利用这种扣背底 比较费劲了 因为我这个背底拉好了 其他背底不一定好 这个的话 后续有个大家讲 我们要怎么做 那种分析 接下来 今天的最后一个功能 自建数据库 因为我们通常来说 你比如说 我们打开个数据 怎么自建数据库呢 一种呢 我们将一些常见的卡片 弄一下 那么比如说 我现在对一个作为一个检索 我限定这个为了快速的 我限定化学元素 有氧铝和氢 对吧 这个里面我进行分析 他有 得到一个卡片 那么假如就这个 这个卡片 我选定这个卡片了 那么我将这个卡片 写到我数据库里面 存到我数据库里 怎么存呢 我们还利用我们一个 tune cell功能 首先我右键的卡片号 点tune cell 我啥都不用动 直接点open的 那是不是生成一个 新的卡片 就相当于卡片号不动 后面有个tune cell 就相当于我给这个卡片复制了一遍 接下来呢 我要做操作 这右键这个卡片 tools里面的user database 这就是新建用户数据库 那么你一般现有的卡片的话 我们直接 直接就是这个卡片 那么我可以 这里面我们建 我们假如我们自己数据库 点一个加号 这个名字呢 你可以任意选一些 你比如刘德华 简写 前称 刘德华 那么前缀的话 你可以直接就写个简写就行了 就像我们pdf 这就叫一个前缀简写 后面一个degate groups 就相当于我们数学组 你比如我用24还是25都行 2的话就相当于将来你的卡片 前边涨两位 后面涨 涨四位 对吧 我们点个create 接下来点个 然后接下来 你这个卡片复制没有卡片 那么他第一张卡片 就是前缀ldh0000001 那么我点个open id 就是生成了我的卡片 接下来我对这个封 我进行一些检索 你看如果我进行检索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 我选择我自己的一个数据库 刚才我新建了一个 刘德华数据库 那么我们检索 那么他就弹出了这张卡片 那么我们对上的卡编号 就是我们0000001 这是一种可能 对吧 另一种可能呢 如果你觉得 比如说刚才同样这个卡片 你觉得他对着不太好 对吧 你觉得比如固容体上 你觉得不对着不太好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稍微的修整 我同样的tune sale 你可以移动移动 他的新包 假如你认为这个地方合适的 我还可以 这样的话 他依这个新卡片 新位置这个经包参数 给你建议这个数据库 也就是说我一种可能 我利用这个原始pdf 我不动去建 另一种可能呢 我们就直接我修改一下 这个是和固容体 你比如我没有固容体的卡片 那我可以修一下经包参数 得到固容体的卡片 时间关系 我都不演示固容体这个了 还有一种是 我自己研究了一个图谱 我比如打开的话 就是这个图谱 那么是新合成的 没有任何一个卡片 给我匹配上 那么我们想生成过的图谱 怎么办呢 我们点一个peaksearch功能 寻封功能 前面我们也展示过了 我们调节合适的参数之后 我们点个make.dif 点make.dif后 它是不是这生成一个dif文件 我们同样 右键 tool 然后找到userdatabase 我们可以加入到刚才我们新 我们那个数据库的 它是不是变成这个卡片号 变成第二张了 那么名字 我可以自己起一个名字 yes abc吧 化学室呢 我可以其中起一个假如说二样化规 举个例子 那么我们生成后呢 我们同样点个open的id 接下来你看 我如果对这个无线进行检索 我是 这时候你可以 我可以选择我刚才的数据库 那么检索的时候你看 我们能找到这个 卡片 对吧 对这个检索 你比如说我对这个东西 刚才写到卡片库 我再 检索一次 这样的话 我们都用我们刚才的自己的数据库 我们进行的无线检索 你看这里面两张卡片 第一种是我刚才从做的 第二种0002 就是我自己做的 你看 它全对上 全对中一种 一种卡片 这个的话 我们要求是啥呀 我们一般要求是 你是纯净物的话 我们 这样做 你比如说这种卡片 我们 其实这个混合物 氧化铝和 枪级氧化铝的混合物 我们现在做 我都认为纯净物了 它对上是一种物质 所以说 尽量要求纯物质去做 如果你实在做不来纯净物 也可以 我们挑其中 你比如知道 我就知道这里面 有两个风 是我先合成的东西 其他都一知道 我们可以利用刚才的功能 右键插入一个风 再插入 第二个风 那么我们对这两个风 pick list tool makedf 你看 将来我可以生成这俩风 单纯以这俩风 建立一个卡片 跟刚才步骤是一样 这样的话 我们都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尤其是我们检锁的时候 以后坐量非常方便 适合我们好多合成的新才能 没卡片库的 好吧 我们今天的内容 基本上都讲差不多了 软件部分先到这 大家稍等 我给这个软件关掉 切换到我们的PPT 我又回来了 是吧 刚才我的头像被挡了好久 现在又回来了 以上部分呢 就我讲了我们那个EVA软件的入门级知识 常规操作 加一下无相分析一些 固容体结晶度的晕算 那么大家可能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们EVA软件做的 存在一些局限性 你比如啥局限性 我刚才讲了 我是半定量分析 那么我如何从半定量到定量呢 怎么解决这个风重叠和则有其向的影响呢 还有我们精力尺寸 精力尺寸计算的时候 那个半高宽 我们包括颜色风的半高宽 包括样品的 包括那个仪器的帮 仪器的一些宽度 我们样品的宽度 包括我们微观应变都有宽度 那这两部分东西 我们怎么解决呢 还有一些 如果精包参数 我们做一些 想作为调整 作为精修 刚才我们TUENC2工作 能适当的调整 但是我们靠肉眼 你自己拉滑块 拉到哪是哪 没人知道你拉的准确不准确 我想更准确 想结构精修一下 怎么办呢 还有我们EVA软件 解决不了微观应变 因为微观应变 会造成演示风的宽化 我们怎么办呢 还有我们对这个谱线 进行拟合 分封 我们一气的 本征演示图谱的计算 这些东西 我们EVA软件 都很难解决 或者只能解决一部分 那怎么办呢 不用着急 我们布鲁克呢 有全套的解决方案 TOPAS软件 能够解决这一项 你关注的所有问题 习主席说过啥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分斗目标 那我们布鲁克也是致力于 广大检测科研工作者 你们对软件设备的需求 就是我们分斗目标 我们在不停的开发软件 开发硬件 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所以说 关于TOPAS软件的介绍呢 我们下一期 再进行直播 今天呢 我们主要讲一些 EVA软件的 这是我们布鲁克 S线部门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如果有 你自己或有些朋友 关于我们软件 硬件设备 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想咨询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上一面会定期 会公布一些 应用文章 产品介绍的文章 大家可以观看 然后今天的 我们今天的讲课呢 就结束了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都快俩小时了 然后大家耽误很长的时间 在这听我来讲 感谢大家聆听 然后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在 直播界面下面提问